不好意思,就是我這邊報告是跟公共廁所一起合作的這一集 那我是公務員,所以我沒有很認同太平城市這個概念 表面話啦 好,回到這本書 這本書基本上就是把台北市有很多可能因為開發而消失或只將消失的地址 然後把它的地點然後資訊把它整理出來變成一本書 那他們其實很有心的是把這樣的資料整理成一個開放資料的格式 然後想要open出來給大家做應用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是想辦法把看怎麼樣讓這樣的過程更順利 OK好,所以 對,所以那裡面提醒就有報告什麼 蔡瑞月舞蹈社啦 然後或者是天馬茶坊啦 但是還沒有收錄南港平台工廠嘛 還有山景倉庫還沒收錄嘛 最新的 OK好 可能沒有人知道這個好沒有人 OK好 那所以呢,這是我們現在理出來的大概的城市架構嘛 那最右邊的那個統整資料基本上就是 公共廁所這個團隊他弄出來的資料 那我目前會手動的key到local wiki的這樣的介面裡面 那我就把這個也當作一個資料庫 那其實我們後來看資料 這個local wiki他其實有開放他的API 那所以說我們將來可能會繼續希望看有沒有社群的朋友願意跟我一起合作 把前段這塊的網頁一起來討論出來看要不要做一些有趣的應用 那因為他的API其實看起來是寫的還蠻完整的 所以他有 比如說Pyzen或Ruby 或是CharaScreen 都可以來做他的API這樣把資料拉出來 那他們其實是很想做一個那種旅遊導覽 這種暗黑旅遊網站這樣 好像旅遊很多景點但其實都是看不到景色這樣 還蠻要去的 對 然後OK 所以目前其實今天我就是去測試說我們把這些資料key到local wiki上面 呃 解不簡單啊 發現其實這樣簡單 對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其實key了應該算六筆吧 然後因為他們其實對每個景點他們都真的去拍照 然後我們 針對每個景點也會把他那個 地圖上的boundary把它畫出來 所以這部分其實他們 他們接下來會去做 那現在是有五十二筆嘛 那他們預計是三月底會把它完成 是吧 對 然後剛剛也很謝謝 欸 紀委嗎 紀委 紀委 對 那他其實他也很有心的也幫我們多加了 一筆資料 因為他對這部分也有設列 那所以 其實因為用local wiki這樣的介面 就可以讓更多人對周遭事物的觀察 他也可以把它觀察 放到這個網站上面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蠻好的群網 良性群網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下一個階段 基本上就是 在三月底的時候這些資料會ready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就會開始想說 怎麼樣把這些資料用API拉出來 再跟前端的應用去做結合 那這大概是目前判明成是 這個網路版本的一個進度 好以上 謝謝